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攸关习近平地位的六中全会是正式落幕 那么到底这次的大会是更加确定所谓的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 还是透露中共政局歌舞升平之下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心呢 先带您看到这份最新出炉的会议公报 除了大部分是对于习近平任内成绩的歌功颂德 从全文提到的领导人姓名次数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可以看到全文是大赞毛泽东并且提到他的名字七次之多 至于邓小平也出现了五次 江泽民跟胡锦涛则是篇幅最少各只有一次 而习近平自己的名字则是在这份公报里面出现了17次之多 从表面上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份公报就是在吹捧习近平 帮他明年二十大的延任铺好路 但是在深入解读就可以发现公报里面大有玄机 因为目前看起来习近平根本还没有摆平党内的派系 而且公报还透露了中共正处于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 另外像是台湾问题也被认为是习近平任内相当重要的课题 但是在这份公报里面的蛛丝马迹却曝露了习近平其实早就输在了第一步 那么各界对于这份公报到底是如何解读 里面又有哪些重要的讯息呢 带您继续看下去 中共六中全会落幕毫无意外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新华社发布的公报高调吹捧习近平 超过七千字的公报习近平就占了超过两千字 其次是毛泽东最少的则是江泽民 专家解读从公报中消失的东西才是关键 解读中共的这种文件的话 不是要看就是增加了什么东西 而是看要减少了什么东西 如果什么东西减少了就说明某个派已经上市了影响力 那比如说过去的两次历史决议 其实都是说在权益斗争取得胜利之后 最后政敌的主张完全否定就是再踏上一万只脚 让他不可能翻身 那么很明显习近平这一次他只说好的 没有批评否定前面的路线 那么很显然习近平他要搞这个历史学义的时候 他的想法一定不是这样 而是在否定欣美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但是说在党内的各种各样各种势力的这种最后的整合之下 最后弄出来一个东西也根本不是习近平想要的 说明所以习近平这次是一次他不晓得一副挫败 所以说今后即使习近平连任党内斗争还会继续 这一份公报对中共政权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琢磨不多 专家就分析目前至少有包括国内经济 国际压力以及民心不满等反扑 但最可能威胁到习近平地位还是党内激烈的斗争 比如说邓小平讲的是市场经济 习近平推的是国际民退 邓小平推广的是韬光养晦 习近平搞的是战狼外交 而推动的是集体领导 习近平搞的是个人崇拜 所以如果说习近平不把邓小平的路线完全否定的话 那么党内的是反习势力 随时可以打着邓小平的旗号 作为敌人基础进行反习的斗争 六中全会后习近平自我加冕为中共新时代第一代领导人 有分析人判台湾问题是习近平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但石板明夫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习近平其实从一开始就输了 这个公报之中对台湾问题完全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他在2019年讲话是一个特别失败的 不但把台湾造成了蔡英文的817万票 而且把全世界的 这种造成全世界的挺台的这么一个大的国际社会的浪潮 所以这个是完全失败的 但是说他也没有拿出什么新的东西 只能在结合中失败了 党内酝酿反扑国际加大制裁六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全力迈向言论 但恐怕还有许多关卡 记得陈伟中采访报道 深入解读六中全会公报 不止各界看法两极 现在还传出习近平自吹自雷震机 目的就是为了要超越中国历界的领导人 奠定史无前提的历史地位 甚至还想要成为整个宇宙的大统领 除了这份耐人寻味的公报 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文件也跟着出炉 可以看到毛泽东时期跟邓小平时期的历史决议 是都明确聚焦了不同的问题 甚至是针对前朝的功过得失做出了评论 而习近平任内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相较之下是空洞跟轻描淡写了许多 全文只围绕在吹捧习近平所奠定的新时代 以及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其他的历史性任务跟成就等细节 反而是没有太多的琢磨 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习近平时代已经全面启动了呢 国内的学者就分析 其实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中国为了顾及明年2月的冬奥 来刻意塑造的大国形象 关键的时间点是在于冬奥之后到20大这个期间 也就是说习近平是否真如这份公报所说的 能够摆平国内外的危机跟党内的派系声音 真正奠定所谓的习王朝目前仍然是充满变数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